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模式 我是主持人 唐馬仔 聽完超過一個月 嚴格來說是五個禮拜 的同仁月 我們探討完不同地方 亞洲各地的同仁 以及CW發生事件的種種 我們可以講回 第二些事情 今天要講的就是 好像發生了很久 但其實我們也不會講這麼舊的事情 我們就要講這個 在七月那天舉行的 Wonder Festival 2013下 但有別於過往 我們做一個Figure這樣講 其實今天就 偏向不是想完全講Figure 而是想講另外一類型的事情 因為我在WF的展覽 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產品 就是 這個Figure 它是 不是傳統而來 我們經常見的 會是遊戲 或者是動畫 或者是漫畫 這樣的 緣起是可以作品的 反而是緣起於一個 手機遊戲 不過現在 手機遊戲都很盛行 其實有這些Figure 可能是因為 手機而起 所以今天想探討的是 近年來的 不同產品的 商品化的 一些 新的走勢 或者是近年來的 一些轉型 轉變 當然 我們進去看這部 我們當然會講講 其實 這次WF出這部 它不算是一間很小的 廠 因為其實它也是 售屋出的 雙屋出的 但是大家 過往慣常 會看到 售屋可能 這幾年 近來會出的 通常都會 一定有些 Tony有關的作品 比如說 Shining Heart 那些 例牌也有出的 今年也有出 也會有其他不同的 一些 過往正常 動畫炎的作品 例如說 剛剛小說 完了 不久 動畫完 也會完完 我的門本 有隻摩可愛 Idle Master 那類的東西 也會有 但是 零零射射射 就出了一隻 是手機遊戲 來源的一隻 Figure 神奇之不孝無特 其實是唱一個名 叫巴孝無特之路 不過 我想問 其實在日本 是否很流行 因為手機遊戲 我知道很多手機遊戲 是生產 但日本 是否對手機遊戲 熱誠度 相對傳統的動漫畫 來計 是一個初起階段 還是一個很成熟的市場 就像香港 經常在打石 那些 香港也是打回所有Dragon 你先說成熟 哪一方成熟 有幾種 有不同的比較 可能你說 買得很好的唐行 很多人買 很多人玩 那叫成熟 但如果傳統的ACG市場 你所謂的成熟 可能要做漫畫 動畫 即是很多方面的範疇 剛才叫做經典 或者成熟 就是 我不知道你怎麼定義成熟 就是 我想他所說的簡單點 就是說 究竟多不多人玩 那老實說 手機遊戲這件事 始終日本的文化 你見到他的電話方面 他們比較多 打Message 多打電話 那他們搭車 都是 大家覺得 會比較習慣 拿著電話 那現在智能手機興起的時候 我想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特別是普及率比較高 智能手機普及率比較高的地方 手機遊戲的市場 都有一定的發展 亦都會看到 有些日系的 這類型的遊戲 算是做得挺成功 香港亦都有人說 當然了 Puzzle & Dragon 是一個比較 最主持的名字 那這些不說了 以前我們講抄襲 那些人都講過 他和這個 神魔之塔的一些問題 不過你有沒有說 因為如果香港 譬如拿著iPhone 拿著Android機 都好 其實他們所 如果見的打機 大多數 都好像你所說的 不是P&D 或者你沒有說Candy Crush 如果你說香港 因為這些而出一些 Figure 那我覺得 可能會受歡迎 有沒有機會 跟日本那邊 有些距離 你說日本那邊 大多數會來打 Message 或者不是好像 香港那樣成行於 拿著你的Android機 這樣去做 會不會說 那個氛圍上 會不會是 沒有說 傳統ACG的Figure 那麼好 那麼受歡迎 等等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有點拉遠了 不過還會打敲 香港呢 是虛外 香港有零計 香港大家永遠看到 有個寫標 它只有那些類型的東西 只有這個 是這個 武俠技擊 風雲 風雲式電 風雲式電 武神 天天 那些 那些類型的東西 出的量也很少 你看見動漫節 其實你看到的那些 那個產業來說 都不可以叫做產業 因為它都是純粹將它 扔回大陸的處理 你本地的造型師 Hot Hots那邊都不是做這個模式 這個路線的生產 你很難說 但是我們說回日本那邊 其實如果 這個遊戲 神擊之巴哈姆特 我想大部份聽眾 都不會多人玩過 我補充花神 大家可能現在流行 手機遊戲 其實這個遊戲是很舊的 未有手機之前 2011年9月1日開始營運 2011 都不算很舊 那個年代日本 它在TOS的平台 他們舊世界用日系的接機 即是 契拉電話 TOKOMO那些 因為現在它是電話電話 以前是電話電話 兩種不同的東西 因為以前日系 接機就是個系統的自成 一格 世界族 每個人都在排名 Apple Samsung 日本還在用自家廠 自己本腦的產品 那個制式 跟香港 或者跟世界各地不同 反而反過來 如果大家去過 先達買日系電話的接機 發覺他們的電話可以收電視 做很多奇怪怪的 但是 就因為那個系統不同 大家在IOS 或者Android 玩遊戲 很多都跟他們沒有什麼緣發 最主要是 系統不同之外 是力量的電信箱 很多Service 是跟電信箱提供服務 如果海外沒有這個 電信箱提供服務 或者沒有給月費 那就是用不到服務 這個最大的死因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很多香港人 或者外國人 想接觸這類日本的網上 是有點困難的意思 當然 現在 你們有看 iPhone 5出了 日本 有些人排了八九天 去特地買這部iPhone 那可能 你的手機也都在日本 這個市場 開始慢慢興起 我們都希望 我們說回這裡 那我們有個基本 怎麼說是這個東西 是什麼呢 其實 他 給人的印象 這個figure 其實就比較像一些 你不會覺得他是很日系 傳統那種艾蒙 或者是 你不會覺得他是P&D白盾 那種感覺 也不會看到他是 傳統我們可以說 手機遊戲那種 比較Q版向的造型 他偏向 如果大家用一個 動畫 或者是畫絲比 他偏向像 Red Juice 就是Guilty Crown 那種的畫風 那種的 造型 也是比較 像 可能 LL 英國動物 那邊那種 外國遊戲的角色 造型 就不算是一種 好日系的造型 當然 你說可能 你可能在一些 傳統的格鬥遊戲 可能會有些 類似的人物 差不多 但是 近年來 這種可以說 新進 或者新興的 動畫類型的東西 或者作品 其實就 比較少 看到他這種 角色的定位 你說最像的話 可能就會是 Black Org Shooter 裡面那個 Dark Master 那本體上 有點像 那當然 他這個 後面就換了一對翼 那有少少的落差 我來玩 那有嗎 你覺得這些是怎樣的 那 我因為有玩過日系 其實 但是問題 如果你跟我說的話 他的形式 比較舊 始終他是一隻 十年以上的 舊遊戲 不是 神經病 幾年以上的舊遊戲 一年 你說十年 幾年的舊遊戲 他的模式 很簡單 他首先要分成 人屬性 魔屬性 和神屬性 就是三大種族 你當作是簡單的 你創始角色 就選擇哪一方面 當然這個是 不在乎 始終大家之後 用的新的卡片 可以用其他種族 你當作 亞森王 你選了技巧之長 但問題是 用其他屬性的角色 都不重要 但問題之後的類型 可能是 副本劇情 打完王之後 有些卡送給你 他的模式 和你現在玩一些 我們近幾年輕的 手機上的卡牌遊戲 沒什麼分別 不停打副本 進行比賽 拿這麼多的卡片 或者課金 給一些新的卡片 其實沒什麼分別 玩法上 都沒什麼大突破 或者可能 他根本就是 將他 原本就是 他們日系 玩遊戲卡片 後來 手機留行之後 做些卡鏡 用他這個模式 但其實 我們撇離 這個東西 背珍的外形 因為老實說 他這次展覽 都是一件白件 而已 又還沒想認識 老實說 Ilderf 阿面 其實水準 是挺高的 但問題是 想認識之後 當然是 零錯別論 但反過來而言 日本 它有不同的廠 也都出了一些 可能是 鋒膜 亞洲地區 甚至是 世界的一些 手機遊戲 在iOS 或者是 Android的平台 但是 為什麼 那些產品 會不會 都中有一天 會有一隻 elta 出了一隻白盾 的壁架 這很難說 始終都要有待 時日 始終 手機的起步 都不是很長 很長 很長時間 現在是這幾年來 突然爆紅 你手機遊戲 雨後春筍 你很難說 將來有沒有 突然有些東西 跑出來 那好像 你說 將來有沒有機會 Candy Crush 有一顆糖 出來做Figure 那是不奇怪的 我們覺得 如果它有這種情況 可能不奇怪 人們覺得 這個東西可以做Figure 可能因為 iPhone遊戲 紅 變成了 這些東西 會容易出來 我覺得有點不奇怪 不是的 一個重點就是 可能人們想要Figure 或者這間廠商 手機的app 有沒有批出來 都一個問題 反權 批出來之後 有沒有人買 剛才我們說 神機這件事 可能有幾年的樂器 可能遲些 可能八馬生亡 過三四年 有這麼多人氣的 產特殊 可能又出Figure 不要緊 因為對我來說 手機遊戲就是遊戲 可能是PS2 和PS3 都一樣 因為這遊戲 會出Figure 其實沒有分別 真的問題 你手機遊戲 受眾 連資 都會出給你 這些又不是特別的 當然 我們這個 N年前 N年前 就是三年前 最早講Figure 集 都已經提過一些 就是 其實廠商要買了 版權 然後你就再出 那你出的一隻 就沒有關係 所以 換句話 不是說你都要P&D 那間公司 狠出 將它那個人物 那個 那個版權 或者怪物的 或者怪物的版權 給了一些Figure 公司 就是欺負到的話 這樣才會是可行 當然 銅人本的話 你當然不用了 大家可以看廢課金 當時那一集 我都在場 我記得三年前 我和你錄那一集 其實都 如果你說Figure 那些 我就覺得是這樣 但是你說 我又想說回另一遍 除了說 這種 這麼大的課 開始有手機遊戲 變成 今次的Figure Figure 之後 其實我都說 今次來講 那個展覽 雖然是一天 但是 原來參展數 都幾多 那一向都 大概那兩個 我又不覺得 有太大的分別 當然 開七個小時 我會講 少少基本資料 好 DNA數 原來1866個DNA去 所以都很厲害 那麼 入場人數 47,285 這個官方數字 那 就在 莫張Messor 大家都知道 莫張那個地方在哪裡 一半都是那裡 但是 其實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其實應該怎麼去 好問題 大家都有人問過 我先說一說 在東京站 踏JR經驗線 29分鐘左右 在JR海濱網雙站 下車旁邊就是 你快要去哪 那邊 我怎麼辦 我這些溫馨提示 如果大家想去看 我也覺得 誠意 冬天 二月 下年 或者跟著 Like演唱會 可能可以 你抽到有馬水 不知道 到時候有時間 當然 你問 WF 其實我覺得這次 有一個實物大的戰鬥車 即是軍用 即是坦克那些 就在裡面做了展覽 所以 沒有看過程 有時候看這些 的表演 也有 還有3BS的Sonicor 主持 因為他80年代主持 Motor Sonic Army 成年冬與冬 也有這些表演 看這些表演也可以 留意不同的Figure 也有 現在Figure 展覽也好 現在開始不只是日系的Figure 一向都有 不過大家不會把重點放在那邊 另外我發現除了這個真是Figure 什麼叫做真是Figure 我們平時買Figure是樹枝 PVC 現在流行的東西 再流行的東西叫陶瓷 這個沒有留意 近來我發現有個廠 是把初音用陶瓷來製作 你說了開音的話我就知道 這東西真的不太好看 或者用陶瓷來製作魔法少女 麻美那個 真的不漂亮 但是開始用Porsaline來製作 雖然很容易掉爛 而且會掉爛 真的沒有了 用得Porsaline做的那本都是做假的 很光滑的 基本上 看看他們做出來的 像瓷器那些會不會受歡迎 我覺得未必會 做出來的效果就不及PVC 這樣做出來的 很難的 中國我們有很多陶瓷做出來的神像 拿回去供奉也沒有壞 那些邪神 看過就不漂亮 如果用陶瓷來製作 我們說 遲些有沒有機會 如果這個陶瓷做得好些 會可以再有個 將會取代PVC 有沒有機會呢 即是陶瓷做玩具籠 這樣也難一點 只要讓我們海外的賣家 訂完一隻Figure 回來 找到你 不小心被紋瓷做一做就完蛋了 對 其實合食樹枝那些都會撞爛 譬如我以前 我試過買過一隻 TOKEMAKI的特殊師職 的合食樹枝 但回來都撞爛 都試過一次撞爛 你也懂得說 樹枝會撞爛 是的 但問題是兔瓷 那麼容易撞爛 所以 其實就所以有些什麼 我都覺得 會不會以後 可以有些多些不同的 物質做的Figure 那就是這樣 好啦 WF就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算力入回 今天我們一個 可能主題一點的東西 就是近年來 這些商品化的走勢 或者是我們見到的 一些比較有趣的現象 WF 你說每年來說 你說出Figure 當然一定的 但是如果大家 可能說有一定的年資 可能說五至六年以上 買開Figure的人 都會發覺 可動和非可動的比例 是開始打平 甚至是開始完全不平衡 因為自這個比較早期 可能說是08年左右 可能說山口式 山口式的對手 Figma出現 那麼可動人形 這件事已經可以說 在市場上出現了 當年是靠梁公春日 那類的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記性比較好的話 他最初出Figma 即是Mass Factory 例如GSC集團 他們那一群東西 好像三中箱 那一群東西 他們都是 那他們出梁公春日的Figma 但是同期 其實他也是在出梁公春日的普通Figure 也都是很好賣的 當年 就算你說香港那一輪 那一輪 那一輪 都會翻幾次貨 也是排隊 那一輪 很誇張的 可能年資比較短的人 就可能完全沒有什麼印象 哇 2008年的事 2007、2008 2008 2008 肯定 這樣會有一些意外 但是 慢慢 大家會發覺 Mass Factory 除了出Figma之外 它慢慢在Dub App 擺出來的展品 這些不可動的傳統Figure 開始越來越少 甚至乎去到是沒有 那最有趣的情況 可以說大概是 梁公那件事件之後 一兩年 那就是有隻 Torlove的小艷 金色尖艷 對 它本身在Dub App 第一次展示的時候 就是落Mass Factory 那邊的Counter 但是去到發售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變成GSC 或者調轉 這個我不肯 我完全記得 這個其實我有的 那所以 慢慢去到後期 就是 Mass Factory 那個展區 其實 基本上 就只是 只是推出 這個 Figma 就沒有其他東西 買的 已經去到 那當然 近甚者 它單單在 這個可動 這個Figma方面 已經是拓展到 變了 一些周邊的配件 譬如說 單車 比較早期的 它可能說 Figma 用的一些房間 它的塔板 怎麼組成房間 就是好像 小場景那些 那你會看到它在玩一些 可能比較像 Barbie 就是西方來說 Barbie 那種的玩法 那這個可以說 它的一些轉變 但是同樣時間 有些人始終都不太喜歡 這些 可能大概 1比10 左右的大小 的Figma 有些人可能喜歡 一些可愛系的東西 那麼 就去了另一邊的Market 就去了 Lander Law Lander Law 可不可以叫做可動式 Lander Law 都叫可動式 Lander Law 其實 大家應該很容易都會看到 那些 好像SD 高達 頭很大 那麼小小的 好像紙包飲品 那麼大 還有那種 的Figure 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始終跟Figma 相似 就是 價錢便宜 因為Lander Law 或者Figma 你便宜的 它便宜到 二千多日圓 當然我講二千多 是二千頂 二九幾 那些 你可能說它有些 特別版的話 當然會貴 也會接近正常的Figure 但是你 你用一個大概一比十的Size 的Figure 那它可能是二千 三千日圓 但是同期 大概都是二十CM高 一比八的PVC 最便宜最便宜的 都要五千多日圓 那你去到一個正常價 可能要六千八日圓 甚至去到近年 可能這些東西比較升了 會見到會有八千一 八千二 這樣的日圓 那其實大家會見到 你買一個Figure 其實是可以買到兩隻半的Figure 或者Landero 還有那個擺位 也都會更加花地方 因為大家如果有研究一下 怎樣擺放 在那些布置的櫃方面 其實也都會受到幾明顯的局限 因為如果你要買一些放Figure 可能你只需要用一些扭蛋用的 一些膠箱 一些長型的膠箱 那不會太貴 但是如果你說要放Figure 因為通常擺得的話 都不會剛剛好貼盡 有限到20cm的了 通常都是一尺 即是30cm起手 那你以有限的空間 你擺到的層數 第一是不多的 第二你那個展覽櫃 其實會偏大的 即已經是一個傢俬 它不會是一個 你擺在桌面的一個 合制箱 那香港來說會 但是日本的位置 老實說也都不見了 或者是寬闖很多 所以市場上可能會多了人去買這個Lander Law 或者是Figma 那你過往而言 你可能說幾年前 它在GSC方面 因為Lander Law GSC那邊出 就是Good Smile Company GSC那邊它出這個Lander Law 它的展示的時候 它都會比較分開 因為它慣常 那個展法其實都 不會完全像Elta那邊 但都會是可能說 迫架還迫架 Lander Law 還是Lander Law 即是香港的時候 C3的擺法 是的 會有一點像那種擺法 即是完全是隔離位置 即是用一個難聽一點的 沒有難聽一點的 區分 是的 用一個區隔 或是分 但其實它應該是兩年前左右 魔法少女小傳那一次的展覽 就有一點特別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已經可以說 三樣東西都比較成熟 而又平衡 它那種擺法就是 有一個大的膠箱 一個展覽箱 一個玻璃櫃 它裡面擺了一個人物 那可能就擺了 Mardocker 擺了一個小圓 那它會有一隻小圓 一比白PVC 傳統Figure 不可以動的 會有一隻Figma的小圓 擺在旁邊 也會有Lander Law的小圓 都擺在旁邊 那它在一個櫃裡面 是擺一個人物 但是幾種不同類型的產品 即是Lander Law Figma 還有Figure 那它整個魔法少女小圓 那個劇裡面的人物 那它全部都獨立擺 即是你說 康姆娜 對 康姆娜 全部都是 麻美那些 全部都是這樣擺 會看到它那種展示 有個另外一類的東西 當然 也不可不提 就是那些小的Lander Law 我所謂的 即是那些 再微型的 對 大概500日圓 就是抽獎 對 一彈大概12隻 那些 那它都會有出的 它有時候 都會放在那裡 那大家會看到 就是 傳統Figure方面 GSC的量 其實也都 減少了幾多 那也是比較偏向了 走去Lander Law 我也覺得 有時候情況 就說 Figure方面 始終它 雖然是可動 亦都可以換一下樣子 換一下情景 但始終都是 怎麼說呢 跟精細度上 我覺得 跟Figure始終有少許距離 不是少許距離 是很大 始終它還未做到一個 一個 如果想做一個很漂亮的場景 還是有困難 那你說 就算是醜醜地玩一下就可以 但如果你想以欣賞的角度 或者擺放的角度 我覺得 Lander Law 不要說Lander Law 是一個Q版的 你不可以用它來比 但如果你說 在觀賞角度來說 Figure始終 跟真實Figure有距離 所以始終我都覺得 兩者不能互相替代 不過當然 Figure當然是牙位厲害 因為我自己家裡 都有 有敗開 我自己不玩Figure 但我便玩Lander Law 你發現一層可以放很多隻Lander Law 但你放壁架 可能放傳統 放幾隻Tony 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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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所以更加要小心 你那些合合的大小 也差很遠 因為如果大家 講就講 1比8 1比6 1比4 是很少的 1比4是Figure 之前出的兔女郎 才會出1比4 老實說 很少1比4 你1比8 老實說 不算很大 但有些1比8 是可以很大 1比6 應該是1比6 1比6 有些可以去到 因為1比6正常來說 其實它都是25cm起手 除非你那是很羅利的角色 但如果它配合一些特別的配件 造成效果就會是很大的 對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一個很人氣的系列 這個 麥克勢 Jobbi Carno Nannoha 魔法少女內頁 他們過往出不同年代的 Figure 都是一隻很大的 即是你說初代 應該是AS出的那一隻 大劍式 那一隻 它的斗篷 是半隻碟 半隻 整個小的P-SARC 寶龍批 那麼大 半面的批 它有一件斗篷 整隻A4紙 那麼大 單斗篷 然後拿著一把劍 只是刀刃部分 只有一把長間斜 15cm長間斜 後來SS 大人版那個 它也是拿著兩把很大的香蕉 即是長劍 也可以叫做 它用那個展示部位 是很誇張的 你是要一個 我以前量過的大概 你要用一個大概40cm 乘三十幾 乘三十幾的空間 去擺 那你周圍 其實基本上 你都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可以擺 除了放射燈之外 所以我都說 現在現成來說 其實我看 今次WF2013夏天的那個show 你不要算是怪獸 那些特色的零計 即是那些Figure 如果我們平常看的 美術的Figure 都已經開始 那個Size 我覺得就開始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出來的效果 就少了這些 那麼零的Figure 開始真的少了些 場景零計 場景那些 譬如說 整個那些城 那些就怕零計 但如果說 真正的單一個Figure 來做 已經開始 又是 傾向那個Size 沒有那麼大 可能日本人 自己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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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環境都不是 那麼寬敞之下 其實都不適宜他做一些 我又覺得是兩體 因為我覺得 這個很少廠方的 如果你說 可能說 你 河馬本身比較流行 買 Tony那邊 Tony那邊 很多時候都是售屋出的 我過往常常說 售屋 它一定有個問題 就是 不要有問題 那個慣常 你會看到的 他做的 那種手法 就是 比較站穩穩的 是啊 沒有什麼動作 動作那種擺動 都好像你走街 踏踏踏手 都是 類似類似 他做的動作會塌 是啊 因為他那個 做法是這樣 你只可以說 如果你說要大動作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去到Alta那邊 也都會見到最明顯的打槓條 或者是一條槓條 外路會見到出來 要另外的支架 是啊 所以其實 不可以一概而論 因為Alta 這次展覽 他都是做一個 他過往幾年來做的 Series 就是Strike Rich 那邊 你都知道那些人 全部都是飛 抹腿 舉槍 那 不會去到剛才說的 羅里菲特 那隻Size 但是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 戰用空間 都會有 不過瘦好是好一點 比如說 瘦好今次出的 Figure 例如 變態王之魚 不酸貓 他擔著蘋果 即是女主角擔著蘋果 其實他的戰用空間 也不太大 Idle Master 也不太大 Idle Master 也不太大 當然他也有出過魔法少女 但是 情況上 如果以比較 我會用Tony的蝴蝶 即是剛剛在香港 結帳 好像結帳了 那個綠色頭髮 即是綠色那個新的蝴蝶 即後面有個蝴蝶那個 雖然他有個蝴蝶的翼在那裡 但其實他相對的牙位 不是很高 所以翼那麼小 對 相對來說 我覺得瘦屋出來的東西 好像越來越纖體 有一點點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 始終你說要有這些巨蝶的東西 基本上 不太多 第一 第二 也不太多 是瘦屋出 如果我們用一個實際的說法 如果我們用一個實際的說法 算一個盒 瘦屋裡會出到一些我叫做大盒的東西 他最大的盒應該就是 記憶所及的盒 比較大的叫最大的盒 之前大概是四五年前 有一對的 Tony 一比四 一比六 一對 應該是Shining 即是當年他那本三百頁的 綠色那本畫集 封面那兩隻 一對 那一隻就很大了 綠色那本 對 綠色書那本 對 那又是 沒有糧工那本那麼舊 但是大概都是09年左右的事 那本 那本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盒 但是他這種已經叫做大的 對比這班 GSC 或者Alta那邊的大盒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 飛特 我想那個大到1.5倍到2倍了 那些盒是大 完全是差很遠 因為 如果大家 如果那些Figure商會去保存的話 你去把GSC最大的Figure盒 放進去交衣箱裡 你是放完之後 只開始Poster 是什麼都放不到 根本它一個盒已經是用了你一個交衣箱 整個位置 我想問一問 其實1比4的Figure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存 因為如果我記得記憶所在 香港叫做較為賣得久的1比4 應該是梁公春日套淚郎的那個裝 我最記得 G0那些 其實1比4 其實有很多時候令人買的時候卻步 所以我經常覺得1比4是否會縮回來 當然你不要計算 1比4很少 一年通常不會多過5隻 除非你說近來有一隻初音 Miku Daya 打牛Miku 以及一隻Q版Miku的Lando 就真的出過一隻幾大型的1比4 即幾大型的 大米的 很大的頭 駝背那隻 我知道 那隻大大大大小的 我問過香港買回來的人 有 但很少買給你 這句話是擺位的問題 太大了 等於買PG的人一定比買MG 也比買HG更少 高達的理論 我們講了比較多Figure方面的內容 我們可能下一節去講其他ACG商品的周邊化的一些近年的歷程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